無懼子弟戀,羅琳自爆J君求婚 美魔女羅琳,Candy 昨天以開胸藍色晚裝 出席她的自家洋酒生意記者招待會 更展示她早前遠赴法國酒莊拍攝的宣傳照 當Candy一揭開 當初跟她遠赴法國拍攝的神秘人照片時 就見到照片中二人嘴對嘴就像一對新人一樣 不過新郎只是超側面看得不太清楚 Candy事後介紹對方為追求者之一的J君 是內地人在內地做生意 比自己小十年以上 認識了已經有兩年多了 J君對她成衣十足 還追她追到去法國 這次她這樣… 不是幫忙 其實千里少少追過去法國 她追過人 加了很多分 所以她是不太重要的 Candy又表示J君為人很細心 去到法國照顧周到 還幫她洗完婚紗 拋鞋 所以Candy也加了她不少分 而J君還已經跟她求婚了 那Candy你又接受了嗎 沒有投過婚 是… 沒有… 沒有… 因為一定要過到我小朋友的關係 你見過沒有? 過了嗎? 沒有… 沒有… 你見過這個男生嗎? 沒有… 沒有見過… 我要肯定100%才會給我兒子見 好… 很開心 因為今天真的很多朋友 今次這個記者會是真的… 好像我婚禮的預演 因為整個會場佈置 都好像是一個婚宴的雞尾酒會 籌備多了兩個多星期 也有很多朋友 短的了 立即出席支持 我很開心 真的很… 我很多朋友其實都很想祝福我 找到我盡快找到另一半 因為他們見我這幾年做事 很拼命 他們說不要那麼拼命 找一個挨著肩膀 我經常覺得 其實女人找另一半 不是因為陣上挨著肩膀 最重要是大家溝通到 而且也不是因為經濟的能力去找對方 而是要是真的大家溝通到 而且是一個盤一路到老